网络看影片越来越方便了 所以谁还要去DVD店去租片子来看呢 也因此实体DVD租售销量日渐的下滑 全台湾最大一间的DVD租片店开始转型 那么据了解将要和航空公司空除合作 不过业者却不愿意多加透露 店面倒是先取消了过去的汉堡薯条等热食 而增加玩具类的商品 是希望让消费者能够更专注的挑选DVD 走进租片行除了上万片DVD 竟然连玩具都有卖 八四光年 不只有数十种玩具陪你看影片 知名的美国冰淇淋也便宜吃 外面超商小盒95大盒330 这里只要90、280 不过原本卖的汉堡、薯条全部没有了 原来悄悄转型中 主页还是在租片这一块的玩具 他们是银耳带占了5%左右 那冰品的部分就比较多了 15%左右 不过最大的转型其实是江汉航空公司的空除合作 因为实体DVD租售销量日渐下滑 2007年就退出台湾的百事达 如今在英国分店也申请破产保护 而台湾接手的乐道家早就转型做准备 投资上亿成立电影发行部 除了成龙的12生效 外国片关键追击 今年预计发行10到15片 我们现在是转型为蓝光的专业店 另一家DVD业者亚裔影音也没闲着 砸下三四百万 和日本最大影音连锁复核心商店合作 将扩充3C玩具影音甚至网络购物 期待一条龙的服务 更能深入经营社区生意 昨天喜欢唐一诚路易台北资访报道